我是1A畫室的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英國水彩畫 英國18、19世紀 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是最經典的 最影響歐洲的水彩畫 英國人畫水彩畫很厲害 英國皇室人員每個都會畫水彩 所以非常值得參考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 和其他時期的水彩畫是特別精細 所說的建築人物都很優勢 我親自去看過英國的博物館 所以說水彩畫迫真到可以像照片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人所學的 就要學他的技術性 學他的色點 我會逐張逐張和你們介紹給我一個重點 就是英國的水彩畫的重點 我是1A畫室的黃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你們大家介紹英國水彩畫 英國十八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 那個水彩畫是最經典的 最影響歐洲的水彩畫 英國人畫水彩是很厲害的 英國的皇室人員 每個人都會畫水彩 所以非常值得參考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 和其他時期有什麼不同呢 它是特別精細一點的 它所說的建築人物都很優勢 我親自去看過英國的博物館 說它的水彩畫迫真到 是可以像照片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人所學的 就要學它的技術性 學它的色點 我會逐張逐張和你們介紹 這個重點 就是英國的水彩畫的重點 從這張畫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它是先用咖啡色的淺黃色 淺土黃色的顏色 打造一個大色 然後再畫 畫到光的位置 它加了一個叫做不透明的水彩 就相等於我們現在的廣告材了 廣告材的覆蓋是比較淺色的 它在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是加了一些廣告材 叫做不透明水彩 也不是稱為廣告材 但是原理是接近廣告材 這是一幅很精細的水彩畫 它是用乾畫畫去畫的 這種畫畫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個特點 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畫畫得很精細 那麼這種畫畫是先畫淺色 一個部分一個部分乾了之後再加 這種乾畫畫畫畫到風景 它會很精細 很細緻 整個草都是逐點逐點加上去的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現代人 甚少用這些精細的方法去畫畫 大多數用乾濕兩種方法去畫 這個是一幅很精細的海景畫 很多細緻的地方 用了紫色玫瑰紅色 甚至是桃紅色 畫畫 它的反光是很豐富的 那麼這種畫法呢 是色彩豐富 用到紫啊 裙青啊 和鮮綠色去畫一些陰影 那麼這個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個水彩畫的一個達精 這個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精細的人物畫 它畫得很細緻 它都反映到當時 維多利亞時期的一個社會的現象 就是貧富懸殊 那麼裏面的人呢 愁眉苦眠 和生活呢 錦冰 這幅作品是非常精細的 它是畫阿拉伯風土人情的一幅日文畫 那麼這個畫的方法呢 是非常之細緻 它每個磚頭 每個人的三個細緻花紋 都畫到出來 那麼是當時呢 維多利亞時期呢 非常之流行的 當時是沒有攝影師 又沒有攝影記者 那麼畫家呢 是隨著商旅外交人員或者是軍隊呢 去世界各地 將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呢 就仔細的畫出來